构建约宇宙 蜜塔想大量建实体电推广VR-AR设备 11月6日消息 据了解蜜塔项目或公司文件的知情人士透露 构建约宇宙的第一步 可能是在全球建立实体电网络 帮助推广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设备 知情人士称 蜜塔已经讨论了构建实体零售电网络的可能 并最终覆盖全球 正如扎克伯格所认为的那样 这些实体电将有助于向人们展示 VR和AR可以是有趣和令人兴奋的 该公司文件显示 开设这些实体电的目的 是让世界变得更加开放和互联 同时还能激发人们的好奇心 亲密感等情绪 以及在戴着头盔进行自由之旅时 体验一种受欢迎的感觉 目前有超过35亿人在使用Facebook, Instagram, WhatsApp和Messenger等应用程序 蜜塔发言人表示 该公司无法确认开设实体电的计划 但表示其最新的VR头盔需求量很大 其硬件在合作零售商那里可以拆到 卡内基梅隆大学泰泊商学院教授蒂姆德登格表示 至少还需要5到10年时间 我们才能看到功能完整的Mita产品或服务 微软 亚马逊和其他公司也紧随其后 开设了自己的门店 Mita的文件称 如果该公司的实体电成功推出 将展示Poto和Oculus头盔等产品 这些实体链还可能包括Mita与V班 共同开发的声控智能眼镜 人们可以用它来拍照和视频